好的,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缝和它啊 你看,我以这样的形式呢,给它放在这儿 而且我准备是这样 直着先缝它的这一面 然后再翻过来缝另外一面 这样呢,还是比较好操作的啊 好了,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了 纸缝单层啊 缝我们这个花瓣的这边那层啊 另外一层这边这层呢 会一会儿再缝,记住了吗 好了,开始了 双线啊,细针细线 尽量找和它色彩 比较接近的 细线啊,来缝和 为了确保它这个边缘的位置 非常的整齐啊 我们很有必要把这位置整理得好好的 然后再缝和 看到了吗 就是用这样的缝和方式啊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下边这儿呢没有准的话 可以垫一个垫板啊 或者是一个杂质或者一个本啊什么的都可以啊 我们垫一个本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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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它能够变得非常整齐 所以我们在进针之前啊 就很有必要把它在每一个位置都整理得好好的啊 你看我们就不把它翻过来再缝另外一面 因为那样的话呢 我们整理好的这一部分呢 很有可能就又被弄乱了啊 所以我们索性就把第二个就开始正式的缝合了啊 缝合完第二个之后 我们然后呢再回去啊 把它们所有的反面的位置呢 都给缝一遍 记得了吗 我感觉这样缝的反而更轻松啊 而且不会费太多的力气 那么不可以费太多的力气 你看 我们尽量的就是让 这一个边缘啊 非常的整齐的往前走 记住了吗 所以每一个位置啊 一边缝合呢 一边在不停的整理它 让它以一个最整齐的状态 呈现出来啊 千万记住不要缝了 不要缝了双层 不要把另外一层也给缝上了啊 我码了 没错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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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这个别口先给它拿下去 不让它影响我们 不让它影响我们 看我们就缝到这个位置了啊 然后可以把这个 因为线已经没有了吗 要沿着这个针的根部这减端啊 而不能在根这线的根部剪 因为那样的话 你刚刚缝到这一针就很有可能 就不稳固了啊 就掉了 继续把这个线给它认上 依然是双线啊 好我们继续啊 它刚刚不是在这断的线吗 给它拿下去了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在它后边这啊 看 在它后边这呢 重新进针啊 然后把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重复缝的一个距离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位置非常非常稳固的给它捆绑住了啊 现在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缝会非常的方便 如果我们以一个花瓣为单位 光缝着一个花瓣的话 那么你的那个位置啊会不停的变化 对不对 而且你要不停的下来整理它啊 那么整体的速度我感觉肯定会慢 一个一个一个那个课程都不一定能够完成它 我感觉我可以把这个别扣拿下去了 因为它会影响我们进针啊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一点点来啊 大家不用担心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